看古迹讲故事,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您看啊,咱们这个京师的八旗住房啊,咱们上一期算是结束了 这回啊,咱们该从这北京城出来了 可是从北京城出来啊,咱们还是不能直接讲直省住房 因为在京师的外围啊,还有几道八旗的住房圈,咱得把它聊清楚了 那么这些个住房点上的八旗甲兵又叫做什么呢? 这些个八旗甲兵啊,他们叫做京畿住房 京畿一词啊,从古代一直使到现在 它的意思啊,就是国都附近的地区 您看啊,出了北京望南,有个地方啊,叫廊坊 一进廊坊,您就能看见大标语,上面写的是什么呀? 写的是京畿守善之地 所以说啊,这个京畿这个词啊,到今天还在用 那么清代的京畿到底范围有多大呢? 它的主要范围啊,包括今天的北京地区 天津和河北省 往北了说啊,还包括内蒙以南的一些地区 往南了说呢,一直到德州 往西了说呀,一直到太原 不过这个太原啊,有点意思 有的时候呢,它算是京畿住房 有的时候啊,它算是直省住房 其实呢,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您看现在咱们的行政划分呢,也时常的有变动 河北省多出个雄安新区 四川省突然又来了一个直辖市 叫重庆 与明代比较起来,京师的基辅住房 有清一代可能要略大一些 原因很简单啊,到明代的时候 它说这个内蒙古啊,是大明朝的 可是呢,实际控制权呢,不在大明的手里 所以说这明朝的基辅住军呢 它也设计不到内蒙古的南部 无论是哪朝哪代啊,京师的住房部队 那都是这个国家住军的重中之重 清代也是这样啊 北京城的屯兵啊,几乎占了八旗全部的一半 这清朝统治者认为啊,光在是北京城内住房 肯定是不行了 所以说才有了今天咱们这个话题 就是基辅住房八旗 北京城的内外城住房啊,咱们已经讲完了 实际上这是什么呀 这只是拱卫京师的第一圈防御 大清朝廷认为这样防御京师啊,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呢,以北京城为核心 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军事住房体系 围绕京师呈众兴捧月之势 基辅住房是清朝从顺治康熙两朝开始 下了大力气设置的 是部署最周密的八旗住房军 清代队基辅住房八旗的完善也是一步一步才完成的 最初的时候在京市的北边啊,他不怎么设房 并且这些住房点啊很远,都在长城各口 您比方说这个喜丰口,张家口,独师口,还有这个古北口 并且这些个住房点啊,所设的骑兵啊,非常的少 大概就是四到八甲 显然这些八旗兵不是为了防朝打仗而设立的 这些假兵存在的意义啊,无非就是掌管监督与蒙古之间的贸易往来 这和明朝就有很大区别了 因为咱们都知道啊,这些个住房点在明朝的时候 那是京畿住房的重中之重 外的就是防卫北方的蒙古人 可是清朝不一样啊 清朝认为这八旗和蒙古人啊,是一家子 互为生旧吗?走的就是通婚为和的这条路线 有忙说忙啊,这种对蒙古的方针政策啊 在清代初期真是好使 清朝人能够举国进关,动用所有八旗兵力 南下去清江南明和农民启军 这就说明啊,他们完全没有后顾之忧 不担心这些蒙古人啊,能够反了大清国 关于这后文书的故事啊,咱们下一段啊,还有交代 在这儿呢,我也不妨啊,先跟您吐露一下 大清国还没建立几年呢 这蒙古同盟啊,就在大清国的脸上 着着实实给了一个大嘴巴 让这大清朝廷啊,有多大脸,陷了多大眼 所以说清初的基辅住房 在北京城的北边啊,就等于没有住房 您想啊,每个住房点啊,住八旗兵四到八人 真要是动起手来啊,屁用也顶不上 在这儿我得着重的跟您说一下,要不然您应该听糊涂了 这些住房点啊,长城各口 八旗兵的甲额啊,虽然只有四到八名 可是却驻守着大量的绿营兵 这点儿您得搞清楚了,要不然这关城上那真没人了不是 比起对京北的松谢来啊,这对京南清廷就非常重视了 1645年,那年啊是顺治二年 朝廷分别在采域和固安设立了八旗住房点 在这之后不久的顺治五年,也就是1648年 又在顺义和苍州设立了八旗住房点 那么为什么顺治朝分两次在这些个地方住房呢 首先说这采域和固安 一个在京东南,一个在京西南 之所以在这两个地住房 是因为这儿啊,有大量的旗庄 顺治入关后的第一次跑马圈地啊 在这两个地儿没少圈 说是这八旗啊,只圈五主荒地 实际上这八旗兵,他可不管那么多 他手里钻着刀呢 他们圈的呀,那可都是好地好良田 广时顺治呢,在京西圈地就圈了12万请 导致了基辅一带数十万汉民请家荡产 流离失所,可谓是出无可耕之田 入无可欺之士 开始啊,还说只圈这个京城附近三百里的地 后来呢,这地不够用了 就扩大到圈五百里内 当时京津一带的惨状啊 清代自己的官书上都有提及 据记载,香绿陶图 五百里内钱粮无人半纳 素草料豆,无人搬运 比起这汉民流离失所大致的逃难呢 这帮的八旗可是得了乙了 他们先后在这些土地上啊 建了黄庄,王庄,副都统以上的 给原地八十亩,大田地六十亩 一般的兵丁啊,也能拨三十亩地 所以说在京北顺义建立住房点的同时 又在京南的苍州增加了一个住房点 这里边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顺治五年的时候 直立人李化精挑头 带领着一批农民起义了 他为什么呀,活不下去了 这支起义军活动于这个曹县定逃城武一带 七月初六攻破了城武县城 杀了这个官眷二十余人 当时啊,这城武县县令叫宋贤都 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啊 一召集,一根麻石在后崖上吊自杀了 这支起义军后来虽然被平定 但是啊,据说力量可是不小啊 一直发展到天津的静海 就连这京东的三河县都有人闻风响应 于是呢,就有人呢跟皇上奏报 说这个激南地区也很重要 这激南呢,当然指的就是京激南部 他说激南地区,北拱神经,南控两河 西当晋云之冲,山寇不时跳梁 东连骑鲁之界,盗贼出莫无常 至金门有属水路交冲之躯 势在在皆为要害处处须将用兵 您瞧啊,这帮孙子他多不讲理啊 实际上在那边闹事的 他哪是山寇,哪是盗匪啊 就是那些无地农民 被圈地恶法啊,夺了土地之后 没法生存,这才揭竿而起的 这皇上倒是很认可 觉得在京南啊,还得多驻兵 不光是满族大臣 红城仇也给皇帝上了奏折 至于这红城仇,有人评价他呢 是汉奸 也有人说呀,他是清朝的开国功臣 至于这个人是什么性质 不是咱们讨论的范畴 咱们今天啊,也不过多的掰痴 他是怎么给顺治皇帝建议的呢 他说呀,国门之外大道功行 背防不可不周 应于良乡通州海子昌平 四面巨波,满洲官兵寻击 分训则成 古人指的国门呢,通常啊都是礼仪上讲的 在这儿这国门啊,说的就是北京城 有时候他们说国门呢,也指的是大清门 和现在不一样 通常啊,我们指这个边境口岸是国门 于是大清朝廷就在康熙六年到十年 也就是1649年到1653年之间 完成了京基的第二道防线 分别又完善了八个住房点 这八个住房点啊,由八旗分手 这方位呢,和北京城的八旗住房方位是一样的 北边呢,顺义昌平 分别由湘黄旗和整黄旗住守 东边,三河整白旗 宝底,湘白旗 梁湘固安住守的是整红旗和湘红旗 其实北京的正西啊,它是山区 这两个地方啊,都是北京偏西南 在南边呢,湘蓝旗住守东安 整蓝旗住守采鱼 这些个住房点啊,咱们着重的得说两个地 一个是哪啊,一个是梁湘 再有一个是宝底 咱们先说梁湘县 现在啊,没有这个县了 这个梁湘啊,应该就在北京的房山 在这儿,为什么要设立一个八旗住房点呢 因为清朝人说啊,这个地方非常重要 东南十三省,有事出入京师 无不取道于此 不但如此啊,他们还说啊,这个梁湘境内土田 多利其庄,也就是这儿啊,全是这个八旗的圈地 所以说啊,就得派兵看着 这宝底呢,也是一样 当地啊,齐民杂储也有很多的圈地 不但如此啊,这宝底还在一条沿道上 从汉姑运沿至北京城 这里是必经之路 并且这宝底驻军 还有一项更重要的责任 就是寻防河堤 配合梳理曹运 咱们熟知的京航大运河 那是南北贯通的粮道 由这条河运来的南方粮米叫曹粮 是这北京城的主要粮食来源 一旦这个曹粮被掐断啊 那京师肯定就大乱了 还有济运河和金塘运河 这些都是海运从大谷口 进入到内陆的重要水道 这就是巴齐在保底驻军的特殊性 今天啊,咱们搓掉了 讲了一下京城的第二道防线 这精彩故事就在明天 到了明天啊,咱们接着 往外聊